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人工智能机器人和人类一起成长的影片《超能茶派》 故事发生在南非的约翰·里斯堡 由于当地犯罪与暴力事件频发,大量的警员死于非命 于是政府开始在这个城市部署机器警察 在打击犯罪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文森特是一名制造机器人警察的程序员 公司的上一代产品便是由他制造的麋鹿机器人 但由于他不信任人工智能 制造出的机器人笨重,且需要人实时操控 所以迪安制造的人工智能机器警察轻松地代替了麋鹿机器人 新一代的机器警察反应灵敏,能够配合警员自主完成任务 然而迪安一直想创造出有自己思想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经过三年的不断努力,他成功了 但上次表示,机器警察并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 并不统一他进行实验 迪安不甘心自己900多天的成果就这样打水漂 于是他偷偷地拿走了能给机器人更新的金钥 还带走一台报废的机器警察22号 但他却在路上遇到了劫匪 劫匪只要求他把所有的机器警察都关掉 因为他们要去抢劫运超车 原来绑匪因得罪黑帮老大需要赔偿2000万 所以选择铤而走险 然而机器警察一旦开启便无法关闭 为了保命,安逸告诉绑匪自己可以为他们制作一个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很聪明 只要教会了他,他可以做任何事情 提安给机器人装上了人工智能系统 并启动了他 新生的22号机器人对这个世界很陌生 而绑匪的女友看到这个可爱的机器人后 给他起名为查派 另一边,文森特的迷路机器人再一次遭到了警局的否定 他恼羞成怒,决定偷用金钥来为其升级 但他发现金钥不见了 通过追踪发现在22号机器警察身上 此时,绑匪正一心想教查派如何使用枪 但是查派还只是个孩子,不愿意学习这些暴力的事情 而绑匪的女友则把自己当成查派的妈妈 小心保护着他 绑匪为了尽快教会他,把他带到了一堆小混混面前 天真的查派受到了欺负也不懂得回击 仓皇失措地跑到了一片高地,害怕地缩成一团 这时,文森特突然出现把查派抓走 并取出了查派身上的金钥 查派终于学会反抗并逃了出来 绑匪女友看到逃回来的查派浑身使伤 生气地责怪了绑匪 但是绑匪还是需要查派帮助他抢运超车 于是决定教查派使用不那么暴力的冷兵器 他骗查派,有坏蛋透了自己的车 查派便生气地砸了车 还帮绑匪抢了好几辆豪车 绑匪利用坏来的钱,交换了能炸开运超车的炸弹 而邦菲还告诉查派 迪安把他装在了一幅破旧的躯壳里 想要活下,就要找一个新的躯壳 需要很多很多钱 这让查派和迪安之间有了隔阂 之后,查派因处理器突然异常而倒在地上 迪安联盟把他带回了公司 然而这一切都是文森特的阴谋 他给所有智能机器警察植入病毒 以此逼迫警局使用他生产的麋鹿机器人 迪安隔离了查派身上的病毒 查派醒了过来 他在公司发现了一个意识传导器 想着保留意识换一个新躯体,便能重生 而躲在一旁的文森特 看到有自我意识的查派,大惊失色 而学会保存意识的查派,急需一举新躯体 所以决定和绑匪们一起抢劫运超车赚钱 而迪安也终于发现了文森特的阴谋 却在电视里看到了查派抢劫银行的画面 迪安忙去现场阻止 文森特抓住机会向领导恶人先告状 领导批准使用麋露机器人,文森特的计谋成功了 另一边,黑帮老大想要得到查派 便赶到现场和邦菲开始了枪战 这时,麋露机器人出现大开杀戒 在这场混战中,虽然查派打败了麋露机器人 但是迪安和妈妈都被枪射中 查派悲痛不已 当得知是文森特操控麋露机器人后 他飞奔到公司打到了文森特 最后查派把迪安和妈妈的意识 都转移到了机器警察的躯体上 自己也换了一副新的躯体 所有的一切都获得了新生 好了,今天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